前方的話就是我們9月底 剛開幕的玉蓉城 那過一個馬路的話 就可以到我們舊友的 24小時的大賣場 那這邊的話有許多就是 鄉家就是進駐 前面的話有雙魚國小 再往前就可以到我們 起張捷運站 有捷運 有學校 還有話題已經講了十幾年 終於在2023年9月 正式開幕的新百貨 而隨著百貨商場的啟用 受惠的不只是 想要逛街的民眾 儘管是平日的上午 這裡已經非常熱鬧了 玉蓉城是新店市中心 第一家的大型百貨商場 裡頭有高達250個品牌 還有新店第一家的電影院 那麼今年的開幕 也進步帶動了周邊的房價 今年根據實價登陸 周邊的房價平均是來到了 每平54.2萬元 跟2021年比起來 是增加了6.7個百分店 人流帶動金流 除了刺激消費活絡 促進區域發展 也連帶提升周邊房市買氣 看看新店 運龍城周邊 近一年交易量達到了369筆 等於平均每天成交超過一件 交易量就佔了新店區 整體交易的 百分之21.7% 近期的話都有陸陸續續上漲 可能就是65萬以上 就是有68也有70幾的 我們附近有一個就是中股的 就是標準三房品這樣子 就是有成交到就是據說83萬的價格 就是可能以往就是都沒有遇過 確實是就是蠻令人驚豔的 聚焦雙北市同樣在今年預計新開幕的百貨 還有大巨蛋 Sogo City 周邊房價漲幅則來到第二名 近三年從一坪91.6萬元 漲到95.1萬元 漲幅也有3.8% 而未在東區 新加入戰場的星光3月 雖然僅有上漲0.4% 但是單價已經突破百萬元大關 升價在四大新百貨中 局管 唯一下修的是四月開幕的 大直中泰樂生活 周邊均價比2021年 微幅下滑2.8% 因為這幾個地方 原本的一個機能就不錯 那也包括像東區 本身不僅是雙前運交會 而且周邊的一個百貨 也都是消費蠻充足的 所以再開一間新的百貨 有點像是錦上添花 雖然對大家來說 是頗有新意 但是以機能性來講 可能是從90分加到95分 所以這樣子普遍性的觀感 就會覺得對於房價上面的 一個助長效應就是比較有限 這些百貨 尤其是大型的賣場 它通常除了一般的零售 我們說時尚在消費品這邊的 銷售之外 可能還有帶有所謂的福蔻 就是美食廣場 還有另外可能還有一些 戲院書城的這個 綜合性的休閒服務功能 所以對於周邊的生活機能 或者是整個休閒文化的帶動 有非常大的核心效果 放眼全台進一步觀察百貨商場周邊 房市交易量佔行政區的比例 全台最驚人的 位於今年5月開幕的台中東區 三井拉拉 Port 交易佔比高達42.5% 代表台中東區房市交易 每兩筆就有將近一筆在這個地方 以目前來講 當然最明顯的就是我們說 這種大型的百貨商場 尤其是我們說這種量販店 其實效果也非常好 其次就是我們說一般來講 可能就是公園這種大型休閒設施 甚至以目前來講 有一些美術館或者是博物館 或者是有一些兒童遊樂場 這樣子的工融設施 對於整個房市的拉抬效果 或者是對於環境的加分效果 其實也非常強 好買好逛又好吃 百貨一家一家的開 帶來人潮帶來前潮 也同步帶動房市熱潮 體驗新聞中的榮成文 月台北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